狗大妈,你说你暑假在家,不是吃就是睡,都快胖成球了 这么热的天,在家吹空调吃零食不香吗? 那你也不能这样吃啊,我钱包都要空了 不这样吃,我感受不到快感呀 快感?我都感受到你走起路来的正感 不信你撑一下 撑就撑 你体重已超两百斤,两百斤 啊,两百斤了,我怎么变得这么胖了 不行,我得去减肥了,否则开雪没脸见人了 狗大妈,一定要给我减掉一百斤,要不然你就别回来了 哥哥,不但你这样欺负我的 撑就撑,小铃铛你是最棒棒的 轻轻松松减掉十斤了,这种小跑酷简单呀 不过我跳紫步为什么会感觉到大地在震动呀 难不成真的跟那条闲鱼说的一样 剪掉二十斤了 唉,好累呀,但是为什么还是那么胖呀 好想放弃哦 但是为了开雪后能见人,加油 前面这个筛猪肉干我一点都不太怕的 看着呀,现在就由我当某人给小铃铛表演一次过 我可是个灵活的胖子 正好这里可以洗澡,刚才运动了那么久,出了好多汗呀 洗完澡就掉了十斤了 唉,等会儿,有点不对劲 难不成这十斤体重是由脏东西堆起来的 咦,我当某人可是天天洗澡的 怎么可能 哈哈哈哈 坐船走迷宫呀,难不打我的 当然难的不是你呀,难的是我啊 唉,好累呀,终于上岸了 我感觉自己越来越瘦了,加油 他终于上岸了,感觉我整个船都要死掉了 哈哈哈哈 这个跳跳乐,简单呀,一次过 nice,150斤了,明显看起来没以前胖了 再捡50斤就可以回家继续吃零食了 看我回收他的动作,以下就过去了 迷宫呀,我一直走就好了 嗯,我怎么出不去呀,都捡了这么多了 不是吧,不是吧 啊,我要被淹死了 哈,作者,不带你这样玩的 等一下,我好像变回去了 不过,为什么上面还顶着150斤啊 难道变回去原来的体重是我的错觉吗 继续减肥吧 可以的呀,硫磺金山兄弟,既然能帮我吹起来,不错 终于只有一个了,太难了 哈哈哈哈 为了让小伙伴们知道我是个淑女 我是绝对不会大叫的,所以不会给你们看到我掉下去的画面 我,啊 嗯,为什么我变得那么小呀 我直接回到了婴儿时期的我啦 不敢想象,100斤的我会长得什么样子 这100斤,我不会是分子吧 啊,哥哥救命 哥哥救命啊 狗蛋怎么还不回来啊 再不回来的话,这些零食就都是我的啦 哥哥 好渴啊,去倒杯水喝 哥哥,别走过来了 啊 不太快 ADE